第三隻眼睛帶您看世界 今天子麟將和大家一起來探討關於舟船變飛船 墓碑雨傘 顯神奇的那些真事 歷史上出現過不少高人 他們有的隱居寺院道館 有的出入朝壇 輔佐帝王 也都留下了許多神技 大江大河對於尋常人是南越的天賢 對於一些人卻是如履平地 比如像達摩去中國的時候 僅憑一根芦苇渡江 三人背渡 只靠一個墓碑就可以渡河 高人無猛 僅用一把雨扇 就可以到達彼岸 等等這些神奇的事 古代歷史上是發生的比比皆是 當初達摩來中國一根芦苇渡江的故事 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 今天這集節目我們將一起來看看 《悲渡和尚》那些匪夷所思的神奇故事 關於悲渡和尚 當時人們並不知道他姓什麼叫什麼 也不知道他從哪裡來 他住在益州的時候 人們經常看到他 就憑一支墓碑就可以渡河 所以都稱他為悲渡 悲渡和尚 人行舉止不舉小節 並且擁有超常的能力 北方有一戶人家收藏著一尊精神佛像 有一天 悲渡到這戶人家寄宿 或許他看到這戶人家德行有虧 避免他們玷污佛像 他竟然把精神佛像帶走了 這家主人發現後 馬上派人騎著快馬去追 眾人見悲渡在前面慢慢走 明明看見他走得很慢 但無論馬跑得再快 始終都追不上他 到了夢京河畔 碑渡像往常一樣 把墓碑飄在河水上 憑著碑子渡河 沒有風芳和船槳 碑子就載著他輕快地飄到了對岸 後來 他準備前往瓜布 跟床夫說要渡江 或許常婦看他穿著藍綠 不想讓他搭船 碑渡只好取出墓碑放在江水上 踏著墓碑獨自起航 人們目瞪口呆地看著他 他也回手看看他們 他自在地引勇 就這麼漂浮在水面上 行走 一直到對岸 其森碑渡不僅自己神通廣大 而且和他相識的僧人中就有一位神僧 經他使用神通後 普通的舟船竟然能在天空 飛行 還變成飛船 我們就來看一看到底發生了什麼神奇事兒 話說 吳王的部署朱林七出使高麗回國 途中遇上大風 航床飄蕩的九天 被飄到了一個島邊 島上有一座山 此山非常的高大 朱林七等山山解柴 見路上有人家 他就領著大家沿路乞討 就這樣走了一千多里遠 聽到了敲中慶的聲音 又看見香煙缭繞 於是都說有佛寺在此 要去禮拜 他們向前走了不一會兒 便看到了一座寺廟出現在眼前 這寺廟都由金銀瑪瑙等七寶相見而成 寺廟看上去輝煌壯麗 極為莊嚴 還見到了寺廟前面有十多個食人 他們都對這些食人核食行禮 然後向前走了不多遠 就聽到了送金的聲音 他們回去一看 送金的好像就是那幾個食人 朱林七等人互相說 這一定是得到的僧人 我們是有罪的人 所以看不見他們 於是便誠心的懺悔了一番 然後再往前走 又見到了僧人 僧人們為朱林七等人準備好了飯菜 雖然這些飯菜吃起來味道就是普通的菜 但比普通的菜香美多了 大家吃完後都叩頭禮拜 請求高僧幫他們儘快返回故土 有一個僧人說 這個地方距離京都有二十多萬里 但是只要星辰就不愁不能迅速回去 然後僧人問朱林七 你認不認識卑度和尚 朱林七答道非常熟悉 僧人便指著北牆說 這是卑度住過的地方 現在托你把波子帶給他 朱林七往那一看 那裡有一把壺掛著西杖與波子 那個僧人寫了一封信裝入信封 另外還有一支青竹杖 僧人把他們一併交給了朱林七 並對他說 只要把這支青竹杖扔到船前的水裡 閉上眼睛靜靜地坐著 不用費力就能叫你們很快到家 說完他們就互相辭別了 那個僧人叫一個和尚送他們到門口 並告訴朱林七說 沿著這條道走七里就能到你們停船的地方 你們不用從原先的路回去 朱林七等人照著僧人的話往西走 走了七里左右就到了船上 接著他們又按照僧人的要求一一照搬 只聽到船從山頂樹上飛過的呼呼聲音 根本聽不到水流動的響聲 經過了三天 到了石頭淮船就自動停了下來 那支主站也不見了 船進入了淮河中 行駛到朱雀 就看到貝杜和尚已經等候在那了 當時圍在岸上看熱鬧的人非常的多 朱林七等人站在船上遠遠的向貝杜和尚行禮 貝杜來到船渡之處 拿著書信和波子後便打開信來看 信上面的字沒有人認識 貝杜看完信以後大笑 他們讓我回去呢 然後他拿起波子拋向天空 又伸出手將他接住後說 我不見此波已有四千年了 貝杜後來經常住在岩賢寺法義和尚那裡 當時人們都認為這支波是奇異之物 所以都爭著去看 以上這就是貝杜和尚的神奇故事 下面我們再來看一下 吳猛的騎士到底有多神奇 在二十四孝有一集 字文寶雪 說的就是 敬朝吳猛八歲時 由於母親早逝 他和父親相依為命 他們家境貧窮買不起蚊帳 每年夏天蚊蟲叮咬 肆無忌憚 吳猛的父親常常睡不好覺 小吳猛看在眼裡 於是赤裸善身 任由蚊子叮咬也不驅趕 他希望蚊子多多的來 吸飽了血就不會再叮咬父親了 在吳猛四十歲那年 有人傳授他先方道述 從此他入道修行 成了德道高人 其實過去修道都是單傳的 都是師父找徒弟來乘傳的 也就是師父要看人的德性高不高 德性高才會把本領傳授於他 而吳猛呢 前面說了他是一個大孝子 這是有德之事 他的德很大啊 德大呢就是根基比較好 悟性也相對來說也是比較好的 所以啊他的師父就找到他 給他傳授修道的方法 據古書記載呢 有一天忽然刮起了狂蜂 吳猛寫了一張道符扔到房頂上 即刻飛來一隻青鸟叼走了道符 狂蜂就停止了 人們問吳猛怎麼回事 吳猛說 南湖中有人遭遇這場風暴 其中有兩個道士呼喊上天求助 所以我寫了道符去救他們 後來人們去查訪 果然獲悉南湖中有兩個道士獲救 有一次 吳猛準備渡江回家 但是看到江濤洶湧 吳猛也沒有沉船 他只是將手中的白色雨上放在江水上 踏著雨上渡過了江水 看見的人都感到非常的震驚 後來吳猛在西平乘著白鹿 駕駛著天車升天而去了 第三隻眼睛帶您看世界 今天的節目 子凌就為大家分享到這裡 更多精彩的節目 請關注我們下一期的語言故事 感謝您的點贊 訂閱 分享 如果您有什麼感想 請為我們點評 留言 請按讚 閉嘅 請請親吻 JK P JK